记者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面获悉 中国共产党党员 著名考古学家 山东省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研究馆员张学海先生 因病于2023年2月9号 14时51分在济南市市 享年89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有一些问题所见就暴露出来 第一个是陈志愿发现的黑桃文化城 究竟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龙山文化城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龙山文化遗址里边 是不是也包含有约式文化的遗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tzt 时光明 阮 独指的就是中性居路 伊呢 就是中介居落 具有中介管理机能 居呢就是村落 当群民的居落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成介结构的时候 它就是国家了 城志亚呢是个孤国 因为这么大的这一个居落群 它是肯定这一个形成了 多一居士的金字塔形成介结构了